好 另外带你看穿戴装置的市场越来越夯 而且呢 有医疗照护银法族的商机 今天有科技公司推出了多功能的穿戴装置 比如说老人家跌倒了 他会帮穿戴着紧急求救 会发出讯号 那么这一块呢 大家都觉得商机无限大 包括了鸿海的郭台铭董事长 神脑的苗峰强董事长都看好商机 然后按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可以直接会有显示 条条拉妹想自拍调角度按牌照键完全不用手 只要远端遥控就能搞定 这是科技公司最新研发的自拍穿戴装置 只要距离20公尺以内通通都行 手机不见也能轻松找 找不到按一下我们手机 然后他就可以做就是搜寻 只要下载防丢APP就能用蓝牙技术 侦测手机位置 小小一颗还能挂在包包上 很方便同样主打穿戴装置的还有这个智慧手表 迷路了能发起求救讯号立刻定位 还能感应穿戴者如果跌倒紧急救援 小小一只手表功能不少 穿戴装置越来越夯 未来还要走入云端科技 APP的这个族群 它随时要去互动 知道的所有装置的内容都透过APP 我们叫做用云端起全家人的幸福 吉他科技厂盖德主推银法族穿戴装置 抢供照护商机的 还有神脑集团董事长苗峰强旗下的神达 也利用手机APP取得运动数据 抢进穿戴市场 就连宽快董事长郭台铭也要分一杯羹 斥责两亿元准备开发新类型的穿戴式手表 只要两分钟就会知道各种生理状况 今年大概就预估的营业额带会在21上下 可能会到20倍左右 尽管目前台湾市场依旧落后 欧洲还有中国大陆 但业折乐观预期 在各大厂全力推动下 台湾的穿戴市场将越来越成熟 三星五会议定是分头的